苏流鳖西是花莲苏流市集系列活动第二场 鳖西除了是孕育富里米的重要水源 还囊括了这个地方多元的文化族群 以此作为核心价值 发展出极具有富里特色的苏市集 也透过花莲辖区内北区中区的书店串联 把资源带入花莲南区 一连两天是在富里的永丰社区举行展览 小朋友与爸爸妈妈随性的坐在草皮上 听着台上大姐姐说故事 这是苏流鳖西花莲苏流市集系列活动的第二场 来到了布里乡的永丰社区 展开一连两天的活动 美丽的森林里面住着一位毛毛巨人 他是一个很厉害的魔法师哦 他真的很厉害 这场活动可以看到竹子搭起来的阅读空间 以及在花莲在地的七间书店 提供现场民众阅读欣赏 一旁还有40间的优质摊商 12间的特色农食 以及许多知名的店家也都首次来到富里参与市集 我们是花莲的几个好朋友 然后一起做串联 然后我们希望就是透过文化部的计划 然后就是从花莲的北区南区中区 对我们就是整个花莲这样串联下来 然后每一场都会有一场这样子与书结合的市集这样 但我们预告一下4月5号6号会在美伦西 对然后那一场我们有邀请到万帆跟花莲的一些在地歌手 然后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加 输留别西选在富里是因为别西除了孕育富林米的重要学员 还能刮着在地的多元文化族群 以此作为核心价值 发展出极具富里特色的书市集 这个周末邀请全台各地的好朋友不妨走一趟富里 一起看着书 听着歌 哼着唱 记者高双双富里乡采访报道